上课的目的是下课 那么人活住的目的是什么 死亡是上天几人最公平的事 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呢 欢迎收听听听好声音Live Plus 我们今天这堂课会延续上次的主题 讲的是终极关怀 那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回到什么 人为什么活着 什么 什么又来了 又问这个问题是不是 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断问你 这很重要的问题 都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所以我们要找答案 那个彼死亡更让人害怕的事情 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在永生在这边所提到 彼死亡更让人害怕 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可是各位同学答案了吗 似乎没有对不对 生命教育所谓的五把钥匙 我绝对不是五把钥匙 我认为是两把钥匙 哪两把钥匙 是哲学思考跟人学探索 开启了这个宝箱 这个宝箱有三个齿轮 分别代表了终极关怀 价值思变和灵性修养 而终极关怀延伸出来的问题 叫做我为什么活着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 虽然它只是小小的一颗齿轮而已 但是它能够启动这个 这个你的人生 到底能不能转转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说 今天这两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会从108课纲的角度来跟你说 因为108课纲说真的 各位同学 越听越复杂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那种感觉 还是没有 就是因为108课纲其实蛮抽象的 就是比如说我说生命教育的 其中一个课程叫做终极关怀 可是说真的 上礼拜你还有印象上礼拜上什么吗 我已经很认真在教了 可是你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太抽象了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会回到99课纲 99课纲 不是什么密集 什么99课纲 什么东西 我讲的99课纲的内容 99课纲的生命教育 在终极关怀讲什么东西呢 讲的就是哲学与人生 宗教与人生和生死关怀 来回答人为什么活着 所以我今天这堂课呢 会从99课纲的角度来跟你们来聊 所以比较具体的 你更清楚知道 到底应该要了解些什么事情 或许你开始会有一些 慢慢的有一些答案 好 生命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叫做灵修六原则 好灵修六原则 那这个东西呢 说穿的就是让我们 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一个方法原则 当时呢 我们要再讨论说 生命教育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落实出来 在我们生活当中 那我们这个台大哲学系教授 孙孝志教授呢 他就是召集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专家学者或者是宗教学 宗教家 一起坐下来好好讨论 讨论出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人 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或者怎么样才能成为灵性提升上去 于是他们就 也不能说研发 于是他们就写出了这个六个原则 我觉得这个六个原则很棒 六除以二等于多少 等于三 六除以二等于三 所以其实这个原则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所有的生命 应该要在每一个人身上看见神 看见佛看见人 第一个去爱第一个去给 第二部分呢 是人跟人之间 人跟人之间应该要怎么样 叫做给人信心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缓于发怒 免于宽恕 勇于道歉 第三大部分是对自我的要求 对自我的要求 折散固执 不变水源 诚意正心 戒慎恐惧 好所以分这三大部分 对于所有的生命 还有人跟人之间 还有对自我的要求 好那我们这 为什么我们先要先介绍呢 因为我们这学期呢 会有一个作业 叫《灵修六原则》应用 其实你将你生活上面 所发生真实的事件 能够结合哪一个原则 把它写个杂技 一百个字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子完成 就完成这份作业 那我当然先提早介绍的原因 就是因为 先从灵修六原则来看 人为什么活动 我们今天标题嘛 怎么样去解答人为什么活动呢 不外乎就是这样子 你具体的行为 就是在每一个人身上 看见神 看见佛看见人 第一个去爱 第一个去给 活出那个爱的样子 活出那个爱的价值 这就是 人为什么活着 人应该为爱而去活着 这样比较具体了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是 哲学与人生 我们就要分三大部分 哲学、宗教和生死 那哲学与人生 什么是哲学 哲学是爱智之学 那也是 所有的东西 就是一切都是从哲学为触发 我们很难为哲学下定义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地说 哲学是一体性的 一贯性的思考和行事作风 这就是哲学概念 好 哲学是用理性的 用批判性的方法 处理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学会 独立思考 不左右被摇摆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我们要能够了解一些 要批判心思考 但是批判心思考 批判这两个字 大家常常会错用它的意思 会以为好像否定掉 不是喔 或者好像批评 不是 批判的意思是 你可以从不同的思维的角度 去分析这个世界 而处理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 才是正确的批判性思考 因为大家常常会说 在学这些东西 好像似乎只是为了去批判别人 不是 重点是要能够反求诸己 能够反省自己 才是正确的批判性思考 那西方哲学里面分为 所谓的伦理学 形上学 知识论跟逻辑 对应过来的中国哲学 包含功夫论 本体论 存有论 宇宙论 宇宙论 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样就可以大概了解了 我们其实生命教育课 就是一堂哲学课 因为我们会探讨到伦理学 我们会探讨到形上学 我们会探讨到逻辑 知识论也会稍微讲一些 所以我们这场课 就是被包装后的哲学课 好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 哲学就是理念的 有信念的 有理想的一种观点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 属于自己人生的哲学观 你的理念是什么 你的信念是什么 那个就是支撑你活下去 那个最佳的动力 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们需要独立思考的 最高原则 立场不必中立 态度必须公正 这容不容易 其实不容易 我现在说的立场不必中立 是你可以勇敢的选择你要的 你所爱的 你所想要的 去选别人在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一件 更重要的事实就是 态度必须公正 你可以喜欢A 所以你支持A 但是你不要因为你喜欢A 你支持A 所以你否定掉B 所有的一切 你可以喜欢A 你可以支持A 但是你不要因为你喜欢A 你支持A 你就否定掉所有B 所有既有的价值 这就是态度必须公正 我们发现台湾的政治上面 常常就是怎么样 态度是不公正的 只允许我可以怎么做 但是你这个政党就是不可以这么做 各位懂我意思吗 不懂 不懂 懂还不懂 懂好 我们讲简单的就是双标仔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双标政党 或双标人 双标 是双重标准嘛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别人就不能这么做 我们这阵子上礼拜被讨论最夯的一个话题是什么 不是沸菲 在沸菲之前还有一个 各位知道沸菲吗 知道吗 脱逃的沸菲 抓到了没 还没有吗 后来就被沸菲押过那个新闻了 到底沸菲怎么那么大能耐 到底那个话题是什么 就是国民党究竟该不该征召侯友谊出来征选 那个竞选总统 这件事情 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新北市人 我们应该会知道 多少知道这件事情 新北市被讨论度很夯 然后呢这时候民进党就出来讲话说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不可以代职参选 就是觉得说你这样子有道德上的瑕疵 这样讲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 但是你想想看 那那个民进党自己是不是有代职参选 有吗 去年选县市场的时候 超多 很多是立法委员出来代职参选 为什么他可以 那为什么侯友谊不行 同样的情况下 我就说各位同学在一定要秉持一个公正的态度 其实国民党也自己也说也是并没有很公正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实施议题上面 在很多实施议题上面 一定要秉持一个立场不必重力 态度必须公正的一种最高原则 勇敢地去选择你所想要 所以我不知道对于各位同学来讲 你敢不敢去勇敢地表达你个人的立场呢 好 那我们说当今教育最失败的问题 就是从思辨变狡辩 就是没有自省的能力 没有内省的能力 所以我一直不外乎 就是希望各位同学学生教育 不是为别人学 是为自己学 学会能够思辨 思辨呢 就要能够内省自己 用批判性的方法来内省自己 而不是去批判别人 不要变成狡辩者 那其实哲学呢 不外乎去到我们过着一个幸福的人生 所有的哲学家 可以解决人生在世的问题 告诉你就是 死亡所吹散不了的就是什么 就是幸福 死亡所吹散不了的就是那份真实的爱 就是哲学家所告诉我们 孔老夫子曾经讲过什么 畏之生 焉之死 他没有想跟你讨论死亡 他说你应该要好好活着 你应该先知道 到底什么样才算活着 我们之后再去讨论死亡吧 但是你现在没有人死过 所以这个讨论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在 这是哲学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 可是死亡会不会来到 棺材里面放的是死人还是老人 死人嘛 对不对 任何人都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进去 当死亡来到的时候 你准备好了没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影片 这边呢 像着背影 每天都在心中 命 終わりが来るのと そっと知らされた どうして僕だけが 旅立つのか 運命のさざらみに 声は届かない 一番近くの大事な人 幸せだったら それが開かれ もしも僕がいなくなったら 最初の夜だけ 泣いてくれ 君と僕が過ごした時を 思い出しながら 神を送って 泣いてくれ 幸せだった 朝の空見上げ 微笑んで 僕はきっと 日差しになって 日差しになって 持っているよ 君のこと 今 持っているよ 君の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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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くさん言え 私たちの心が 比我看過的學生可能還多一點點 他可能會告訴你一些他們的人生經歷上面 那這三件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同學你中了哪幾件事情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部分囉 在我父親民眾之前我曾經問過他 我問他說你有什麼遺憾嗎 一開始他說沒有 我人生這一趟已經很夠了 但直到後來他裹了一句 他說如果真的要說我人生有唯一的遺憾 那也許就是我難不及看你結婚生死了 我好希望能夠看到我建立自己的家庭 我聽完之後 內心裡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是 我非常親善 其實我最在意的並不是爸爸沒有見證我的婚禮 而是為什麼 我們一定非得要等到快要沒有時間了 才願意這樣子坐下來 好好的把名詞想說的話可以說出來 這件事情就讓我想到有一本書叫做 死前會後悔的二十五件事 這本書的作者是為日本人 他的名字叫做大吉秀利 他是一位安寧病房醫生 很多病人會在臨終之前 跟他分享許多的心事 所以他把其中二十五件病人在臨終之前 跟他分享最後悔的事情寫在這本書裡面 裡面他提到其中一件最常 讓人到臨死之前還特別感到後悔的事情 就是沒有勇氣說出真心話 正在看影片的人 或許都還沒有走到這個人生居然的階段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找一點了解到 人中病人的遺憾 也許我們會重新發現 在日常生活中那些被我們忽略掉 卻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分享 人中前也可能會後悔的三件事 大家好 歡迎來到單身旅行社 人生就是一場單身旅行 閉嘴前記得按下訂閱鍵 並且開啟旁邊的小鈴鐺喔 很多人到臨終之前最後悔的事情 其中一件莫過於就是便宜每天爆開工作 關於這一點 我個人就有非常大的感觸 大家都知道 冰藏業這個行業是全年無收入的 而我父親當年 就是因為忙碌他的工作 忙到把他的心思全部都給在那裡 雖然他的工作 是為了讓我父子過上好一點的生活 但最後根本忙到連我畢業了他都不知道 其實也不是只有冰藏業而已 我相信許多人為了工作為了生活 很多時候都用得不犧牲一般家人的事件 這件事情非常普遍 今天不管是老闆還是員工 工作好像永遠都沒有做完一天 還有一些人是下了班時候也沒有真正下班 就算回到家裡 還是不停的在回覆LINE訊息 處理臨時的任務 準備明天一早會議等等 不過我們也知道 工作最好要能夠跟生活分開一點 不過現實的就是純哲理的數字 還有對於工作的責任感 一直都會讓我們不停的逼迫我們的消息感 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有兩個小孩 我越來越能夠體會父親當時的激情 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取得有一點難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永遠都只能把眼睛放在手機 把心神都放在工作 那麼我們離這個平衡店 我想大概只會比較遠 第二件事情就是活在別人的嘴裡 其實這件事情 就不只是臨終患者有這樣的想法而已 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人 悠久來總是照準別人的期待和標準 在規劃自己的人生 永遠都像在活出別人 而沒有活出自己的生命 這樣說好像有點抽象 那麼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像是說很多人從小到大 都不斷聽到別人的建議 內容大概都會是說 你要好好研書 考到好的學校 考到好的工作 要非常努力的面對自己的生活 最好你夠快點發財 你眼中 而且就彷彿好像你的人生 每個階段身邊都已經有人指定了 要去走一條路的道路 遵守現代社會的成功放誠師 甚至結婚結婚生了生孩子 都會有人跟你說 這條路要怎樣怎樣 我並不是說從現在開始 別人所講的話我都不要聽 我只是想建議 比較好的做法是 在成功之前 不妨花點時間問問自己 我真的想要這樣做嗎? 還有這條路真的適合我嗎? 因為很多時候 別的意見都是他自己過去的經歷 這些經歷也很寶貴 但不一定就適合每個人 而另外很現實的是 承擔後果的永遠都是我們自己 而不是內閣給意見的人 而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人很後悔 並沒有趁年輕的時候 好好規劃自己的生活事 不過說到這一點 我相信我們的旅客們 早就沒有概念了吧 這畢竟是單程旅程設置的頻道 過去一直以來 都非常努力跟大家尋找的事情 選擇用哪一種屏臟方式 或許還是其次 其他像是要怎樣立意主啊 無論分配財產之類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個人認為 提早去規劃自己的身後事 不只是讓自己可以做好選擇 更重要的是 這也是重新思考的機會 現在的生活 我真的滿意嗎? 而接下來的人生 我想要如何走下去呢? 還有不同的選擇嗎? 其實最讓我觸動的是 這個作者說 每個人心裡的後悔 或者是人生當中沒有解決的問題 走的也並沒有很多 我換句話說 大部分的人在臨終之前 最後悔的事情 都是大不小米 就是這些事情 想要做到人生完全不後悔 毫無遺憾 我相信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聽過別人的臨終分享之後 我們還是可以試著調整 看看能不能避免留下這種遺憾 你現在的生活 有沒有想要改變的地方? 我作為大碗人的旅客 有沒有什麼樣的事情 是你很想說 很想做 可是到現在 你都還沒有任何行動呢? 人生只有短短幾十年 到頭來你會發現 你真的可以運動的世界 你根本沒有能想像這麼多 在有限的時間裡 多聽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關注身邊的人 我相信就可以避免 這類的後悔 而且隨時確認 什麼事情是你生日當中 最重要的認識物 也能夠讓自己 我們更加的踏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好,當我們聽到這樣子 不知道對各位同學來講 你中了幾件事情 他所說的中了幾件 不過真的要提早預備 提早去思考 把握現在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 面對聽人的離世 其實你只有48小時能夠做決定 他說從死亡的那一刻到告別室 通常只有兩週的時間 就是你要準備到告別室 好,然後呢 你只有不到48小時 你必須安排那70%以上的事情 所以他剛剛講說 早點去規劃 才是一件值得的一件事情 然後呢 不要永遠活在別人水裡面 然後不要永遠只是 爆肝的去做那些所有的事情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像爸爸一樣 他後來才發現 他要把握他自己的家人 跟他好好跟他家人一起相處 這才是一件對的事情